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Sogo 那么柯南新剧场版《斐色的弹丸》将在4月17日在日本上映 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盘点一下这次剧场版的准主角之一 世锦秀1在柯南剧场版里的精彩表现吧 你问为什么不做TV主线里的 因为隔壁麦斯已经做过了 我在做就没得意思了 那么一说到世锦秀1的剧场版 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这部 M19一次远的团队好 而不是一次远的狙击手 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一天 远子又一次邀请小兰到自家的灵魔塔去玩 根据平次军的客栈定理 凡是一定范围内最高的建筑 要么爆炸要么出人命 所以便有一个外国人就这么被狙击手给射死了 于是柯南便着手调查这件事 在有一次调查过程中 柯南提前想到了凶手的手法 并打算阻止凶手时 被凶手发现 于是凶手便打算先干掉柯南 不得不说你打就打嘛 干嘛开这个红外线瞄准镜啊 直接一枪崩了不就好了吗 正好成为完结柯南第一人 于是这一枪就让势量给挨了 柯南于是便怒了 然后在熊孩子们的中共下 柯南想到了凶手的手法 另外同一时间赤锦秀一也知道了凶手的手法 于是柯南便来到了凶手狙击点附近的大楼 赤锦秀一来到了距离凶手狙击点 很远的高建筑附近架好了狙击枪 然后柯南先是一击足球破坏了凶手的阴谋 结果却惹怒了凶手 于是凶手便决定先杀死柯南 便朝着柯南射击还害的柯南扭到了脚 这赤锦秀一一看 卧槽我打我孩子这么能忍 于是一枪爆了凶手的头 但是没有打死 我估计赤锦是打琴酒打习惯了 所以才没爆头打死的 只有小兰被俘虏 柯南一个烟花族就照了个名 秀一八倍径不屏息 一枪把凶手的枪打掉 然后小兰便用那拆高打的武力 把凶手给征服了 然后便是赤锦秀一第二次登场 相信大家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这部M20 勤酒打的梦 故事主要说的是 组织成员库拉索 潜入日本公安偷取组织资料 被发现后 用忍术秀了一波警察后逃走 于是安石头便开车追了上去 赤锦秀一也追了上去 直接他们在公路上疯狂秀车技 库拉索也是各种的搞破坏 眼看库拉索即将逃走 但是在这种危机时刻 前面居然堵车了 无奈库拉索只能往回开 被赤锦秀一举机枪 拘爆了轮胎 当场掉进水里 不得不说 这车再往前开一点 估计吃井也得死在这里 但是库拉索的短信 害得安石头和基尔 被勤酒抓了起来 秉承着宁可错杀 也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 于是勤酒决定先杀死安石头 秀一表示 我草娟想杀我老婆 于是秀一便把安石头给救下来了 并且仿佛像事先约好了一样 在摩天轮上进行约会 正所谓打着心 骂谁爱到深处硬脚 这每一拳表达的都是两人满满的情谊 看得我那叫一个交传连连 隔壁 妇女和直男直接都看傻了 直接他们连连叫好 并且集体入骨 但好景不长 直接客男喊了一声 爸妈你们别打了 那个坏叔叔在这里装了炸弹 你们快来啊 于是两人便停止了打斗 拆炸弹的拆炸弹 打飞机的打飞机 虐秦酒的虐秦酒 八操秦酒你太他妈惨了 连个遥控器都不让你踩碎 之后摩天轮还是没能经得住扫射 开始往人多的水族馆跑 直接安石头一把抱起 客男往另一头扔去 反手被赤井接住 要不说这才是亲耳子嘛 话说别人敢这么玩自家孩子 但客男搞了半天 也停不下这个摩天轮 最后扩拉索 牺牲自己救了众人 哭 都他们给我哭 泪目给老子刷起来 好了 以上便是赤井在客男剧场版里 出现的次数了 与主角是赤井秀一 很多剧场版里的细节都没有说清楚 如果本期视频反响还好 我就开一个特别系列视频 记得多多点赞 点赞越多更新越快 为了表达我想脱更的想法 本期视频点赞超个70 我就两天内做一期罗小黑的版品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